为何要信 我生长在一个信奉佛教 拜祭祖先的家庭 在我父亲的卧室 一张长方形的供桌上 正中央有观宫、观平、周苍的画像 左边是祖先的灵位 下面是土地宫 父亲是孝子 早晚不忘烧香叩白 天天都有生果供奉 每月初一、十五都到有名的寺庙上香 给寺庙很多香油钱 每次寺庙需要维修、扩建、筹款 父亲都有一份 他相信这样做 神明便会庇佑他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生意顺利 心想事成 我从小便被教导 要学好、做好事、做好人 否则便得不到神明庇佑 会受到惩罚 读初中的时候 我很喜欢读一些历史人物的书籍 我发现 我发现人都有很多缺点 刘、官、张的缺点也不少 所谓好人有好报 却不尽然 就我当时 就我当时所知道的 有岳飞、金中报国 却被奸臣勤快所害 爱国诗人屈原 因报国无门而隐恨密罗江 奸臣当道 尘曼莫学 善无善报 天道难明 当时我只有十四岁 却为善恶与因果报应所困扰 也对父亲所信奉的佛教 与祖先庇佑之说 产生怀疑 加上当时学校里的老师 教导反迷信与倡导无神论 我自认是知识分子 很自然地认同老师的教导 认为封建迷信 妨碍中国的进步 读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乡村破除迷信的故事 感到振奋 对科学救国之说 甚表赞同 与其等待神明庇佑 不如发愤图强 一切可以操之在我 读初中时 大多数的男生 都看武侠小说 我没有例外 我特别喜欢那些 行侠仗义 除强扶弱 劫富济贫的角色 我认为社会腐败 贪官横行 又等着替天行道 没有什么不对 我常幻想自己长大后 有可能做一些 逞恶除奸的事 因此 我阅读很多 与犯罪有关的侦探小说 喜欢研究犯罪的布局情节 我计划把我的人生 我计划把我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三十年 我会努力地做个良善的好人 以报答父亲对我养育之恩 因为父亲期望我做好人 倘若我做好人 却没有好报 过了三十岁生日 我便会凭几亿做事 以便达到我的愿望 即使违纪犯法 也在所不惜 我十六岁的时候 父亲一个朋友 他的儿子因为工作的需要 住在我父亲家里 他比我大十岁 姓陆 我们都称他为陆先生 他身材瘦长 长脸白面 后脑比一般人大 眼目深陷 一看便知他是很有智慧的人 他很是安静 住在我们家中 每天听不到他说十句话 除了见面打招呼 他都是留在他的小房间内看书 他的小房间 从墙角一直到天花板 至少有八行书 三面环绕 他的单人床上 不止有书架 他的床下也有不少书 从父母亲的闲谈中知道 他在美国一所石油公司任会计 精通中英发和阅文 他自小嘉评 只在中文学校读了六年级 然后自学成才 他每星期日早上都出门 听说是去教堂做礼拜 当时我读初中三年级 读英文有困难 直到陆先生英文好 便向他请教 他很乐意地回答我有关的学习问题 一天 我记得是星期六下午 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 家里的人都去看电影 我在家百无聊赖 我感到有一股力量 使我去敲陆先生的房门 他开门后 我问他 是不是每星期日都去教堂 可不可以带我去 他说可以 接着他向我道歉 因为他没有向我传福音 他怕我父亲不高兴 既然圣灵感动我要去教会 他便义不容辞地带我去 当晚他带我去 离我家四公里的越南提案宣道会 这是我第一次去教堂 感觉很新鲜特别 在这里我见到的人 都很和蔼可亲 有很多与我年龄相弱的年轻人 都穿着整齐 谈吐温文有礼 看起来比我成熟得多 与我在外面认识的人 大不相同 我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当晚是英语不道 有一名从美国来的白人传教士讲道 一位二十多岁的弟兄 翻译广东话 我看看我手上的秩序单张的经文是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真言十六章十八节 与我在学校听过 满朝损 千寿意相访 但似乎更胜一筹 自从参加了第一次的不道会 教会便成为我常到的地方 我除了每周六晚上 参加英语不道会之外 还参加主日崇拜 青年团契 茶经小组等聚会 我大量地阅读 教会图书馆内的属灵书籍 查考圣经 得到很多我在学校内 得不到的答案 从十六岁到十八岁 我阅读很多属灵书籍 查考圣经 我惊奇地发现 圣经是一本完整奇妙的书 它只有一千多页 与一般的长篇小说 差不多的厚度 但它的内容却是极其丰富 它讲述神的创造 万物的起源 生命的奥秘 神与人的关系 人类的历史 人类生活 应有的规范 道德标准 未来的启示 圣经内 蕴藏无穷的智慧 古今很多伟人 都从阅读圣经 得到启发 而拙然有成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说 他们越多研究科学 越相信神 否则无从解释 宇宙的奥妙 与存在 我信耶稣 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也不是因为患病得医治 或人生有问题 得到解决而相信 乃是从圣经 看到神与我的关系 圣经清楚地记载 神先造宇宙星辰 大地山河 花草动物 飞鸟昆虫 然后按照神的样式 造男造女 因此 人具有神的灵性 而能与神相通 神委托人 同管所居住的世界万物 神与人的关系 如父子 如朋友般的亲密 创世纪开始 短短的两章经文 一将神创造宇宙万物的 浩大工程 井然有序 清清楚楚地陈述 叫我不能不信 神便是那创造万物的主宰 第三章讲述 人为了满足私欲 而离弃神 神为了挽回与人的关系 而定下为人赎罪的计划 整本圣经 充满了人类犯罪的历史 同样的充满了 神慈爱的叮嘱呼唤 要人离弃罪恶 归向神 更难能可贵的是 自从我信主后 多次经历到神的同在 以及圣灵的引领 对我的信心增长 有很大的帮助 信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 有的人生长在信主的家庭 听了千本便到 参加了很多次的步道会 退休会 陪灵会等聚会 金工恩也朗朗上口 但是不信 有些人是开始反对 抗拒 但后来蒙神光照而相信 成为福音勇士 很难解释清楚 人怎样才能相信神 我想 除非是神所拣选 出于圣灵的感动 否则 按照人固有的罪信 是不能相信神 信神的人 实在有莫大的福气 我庆幸年轻时已信主 一直有主引领 虽然生在改朝换代 能处遍不惊 濒临生死关头 心里依然平静安稳 数十年来都经历主恩够用 慈爱看骨 盼望能借着文字 将神的红恩大爱 传给远近 挚爱亲友 及后代子孙 并能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